大家好 昨天下午,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那全票通过,这在美国众议院是比较罕见的 这就说明一种情况 就是美国现在的共和民主两党,美国朝野都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就是要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支持香港的人权和民主事业 那这个法案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生效实施 还要通过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要投票,还要美国总统签字 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个高度共识作为基础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在参议院大比数通过已经是毫无悬念了 即使没有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九十 那最差最差,也至少会超过三分之二的这个参议员 会赞成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那么通过了三分之二的这个赞成投票之后 那这个法案呢,他就一定会生效了 那大家都知道川普这个家伙,他是非常狡猾的 他对于中共啊,是这个大棒和胡萝卜两手政策 那有时候他为了保障他美国的经济利益 他会给中共生个胡萝卜 那有时候呢,他又会抡起大棒 那在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这个问题上面 他到底是用大棒还是用胡萝卜呢?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假设最坏的情况 他要给中共一颗胡萝卜吃 说啊,我不签署这个法案 我甚至否决这个法案 那这个法案是不是不能够实施呢? 也不会 只要在参议院大比数超过三分之二通过了 那即使是他否决 那如果参议院第二次投票又通过了 那这个法案就会从通过的那一天开始自动生效 所以就是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法案一定会实施一定会生效 而生效之后啊 他会对于反送中啊 有相当大的支持的作用 那有一些朋友啊 他还在怀疑说这个法案 这么一纸法案能够限制得了中共啊 镇压香港反送中吗? 限制得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中共啊 他对于香港还是有一些念想的 还是有所顾忌的 他们是想啊 把香港反对派运动镇压下去 让他们呢 全部的这个消失 让他们全部的服从中共的管制 但是呢 他们同时呢 也要让香港啊 维持现在的这个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 这样呢 国际上的这些资金 这些高科技 这些啊 高科技产品 才能源源不断的通过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流进中国大陆 那为中共的这个经济体系啊 输血 为他们续命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们呢 就不派军队和这个机枪坦克到香港去镇压这场运动 因为他们假设他们有一个这个计划 就是只要他们不派军队和这个机枪坦克进入香港 不啊 制造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不制造第二次六四事件 那么香港呢 就会被国际社会认为啊 还是在实行一国两制 那么他们就会啊 保持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这种地位 但是现在美国人通过这个法案 就把他们的幻想给打破了 这个法案的意思就是说 你即使是 不派军队啊 大规模的镇压香港的这个反抗运动 但是只要你啊 通过任何手段 破坏了香港的一国两制 破坏了香港的自治 破坏了香港的这个法治基础 侵犯了香港的人权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那么这个法案就可以生效了 美国就要对中共进行制裁 就要啊 改变香港的现在的他在国际经济和这个贸易当中的地位 美国就不再承认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 不再给香港啊 特殊关税区的这种地位 那也就是说香港就变成了和中国其他大陆城市一样的一个城市 那么香港就不能够再为中共起到这些关键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作用了 所以这对中共啊 实际上是给他们在头顶上 枯上了一颗啊 如果你敢动的话 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最后的结果是不利于香港一国两制的 不利于香港的人权和民主的 紧哭咒就会枯紧 中共就不能够再从香港得到巨大的 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 所以这是对中共的一个限制 这个法案的第二个作用就是 对于香港的这些达官显贵 亲共的达官显贵 以及啊那些啊 镇压老百姓的鹰犬爪牙 对他们形成了巨大的威慑 因为啊 只要他们破坏了香港的这个法制 只要他们侵犯了香港的人权 那么美国政府根据这个法案呢 就要对他们进行制裁 怎么制裁呢 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禁止他们进入美国的国境 那一进美国国境 他们呢 就算是罪犯了 那就可以对他们进行逮捕了 第二个呢 是要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财产 那有很多高官显贵 香港的高官显贵啊 跟大陆的一样 在美国是有庞大资产的 冻结他们的财产 这会让他们的经济啊 利益受到巨大的损害 那有些人在美国没财产呢 怎么办呢 那这个法案呢 还规定了 美国政府要想方设法的 要动员其他的这些民主国家 西方国家呀 要跟美国采取类似的手段 来对于香港的这些人权法制的破坏者 进行惩罚 进行制裁 所以这对他们呢 来说 这是一把悬在头顶上面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只要他们敢为非作歹 这把剑呢 就会落下来 斩断他们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所以对他们威慑是相当的大 而且这个法案也规定了 美国政府还要为香港反送中阵营提供一些实质上的这个帮助和支持 比如说过去美国是不允许啊 在任何国家被定罪量刑的这些人呢 进入美国国境的 因为犯罪了 美国人就不欢迎 但是呢 这个法案规定在香港被警方逮捕 或者是被香港法院定罪量刑的 因为参与反送中运动 参与啊 这个抗争行动 而被量刑的这些人呢 他们一定会得到美国政府的协助 让他们进入美国 那无论他们到美国是去上班的上学的 还是做生意的 还是旅行的 还是寻求庇护的 美国政府有责任 有义务 协助他们 给他们提供方便 这就等于是给香港反送中阵营提供了一个大 后方 美国只是实行这个法案的这种政策的第一个国家 但是美国呢 因为它是西方自由世界的领导国家 所以说其他的那些盟友 我相信很快就会跟进 比如说五眼联盟的这些国家 欧盟的这些国家 日本台湾都会跟进 所以香港人一下子就找到了众多的盟友 他们不是孤单的跟中共在孤军作战 他们有众多的盟友 他们有强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持他们 这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 长期坚持下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个法案呢 来得非常的及时 当然了 并不是说这个法案一通过 中共就撤退了 香港的局势就完全扭转了 不是的 香港现在的局势还是非常非常的危急 因为现在中共在香港实施了一些阴损的招数 首先是香港的警方大规模的逮捕这些勇武派的年轻人 现在已经逮捕了几千人 而且每天还在以几十人 几百人的这种速度在逮捕这些年轻人 那么这对于香港抗争阵营的力量的消耗 这是非常大的这种现状是难以持续下去的 同时呢 他们还有更阴损的招数 就是他们动用黑社会 动用中共派过去的这些武警啊 这些特务啊 这些间谍啊 去绑架去谋杀香港的年轻人 在香港反对派阵营里面造成了巨大的恐惧的情绪 让香港市民感觉到恐怖 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在香港在动手恐吓香港人 而这个力量呢也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必须得加以阻止的 如果是这么搞下去呢 那么香港年轻人会踏批的死亡 在过去一个多月当中 就有四五十个香港的年轻人呢离奇的被自杀 那么现在呢又还不断的传出这种 每天都有香港人自杀的这种事件 哪里有这么多的人 在这个时候 在这种年纪 在风华正茂的前途啊 无限光明的这种时候啊 会自杀呢 一定是中共的人 一定是中共的这些便衣特务 他们呢在香港实施的这些暴行 必须得加以阻止 否则的话香港啊 会成为一个恐怖都市 香港的反送中阵营 那很多人就会受到恐吓 这种现状必须得加以阻止 那么怎么阻止呢 香港人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 就是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的这个观念呢 实际上在2014年的占中运动当中啊 就已经在香港普及了那很多人呢 都已经实践了这个公民抗命 很可惜的是在这一次的运动当中 公民抗命没有作为一个主流的抗争手段 非常的可惜 民政呢过去申请了好几次大游行 都没有得到警方的批准 这个时候啊就是举行公民抗命的一个绝佳的时机 很可惜民政没有公开的来号召公民抗命 虽然有一些公民呢 实际上已经以行动参与抗命了 但是呢不是一个真正的有组织的行动 他的力量会大打折扣 那么什么是公民抗命呢 就是当政府它的一个政令或者一个法律 是明显的不合理的 是明显的违反自由民主法治精神的时候啊 公民有责任也有义务站出来进行反对 那这个反对的行动啊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明显的是违法的 你这个是恶法我必须要违反你 第一个是违法的 第二个呢就是非暴力的 他不是用激烈的手段用武装的这个行为啊去反对他 我们把很多很多的反对派都集中起来 号召起来 然后呢采取这个抗命的行动 然后呢大家分成梯队来成为组织者 那组织者呢就会被警方抓捕 不要紧让你去抓抓了一批人 还有另外的一批人跟着顶上 那么警方最后啊就发现他们呢根本抓不完 而法庭呢他也审理不了 法庭审理这些案件呢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是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的 他们审不完最后呢监狱关不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恶法的体系 他就瘫痪掉了这条法律他就没有办法实行了 这就是公民抗命 而且呢他在政治上有庞大的影响力 一批批的人进去坐牢 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引起啊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同情 这个政治上的收获就会非常的大 一个运动啊靠着这种方法就会不断的持续下去 那有些朋友可能说啊中共啊他们是一个以暴力起家的 以暴力维持政权的 你跟他玩这一套不管用的 我告诉大家管用 即使是比中共更加邪恶的这些政权 彼此是比中共更加暴力的政权 他们在公民抗命面前呢他也照样的无能为力 现在香港的这个局势啊跟八十年代的这个波兰有点相似 波兰那个时候啊他们的政权 当地的波兰的这个政权呢也是一个傀儡政权 他们背后啊也有一个庞大的共产帝国在后面 那作为他们的主宰这就是苏联 现在香港啊本地的政权特区政府也是一个傀儡政权 他背后的是在北京的中共政权 这两者这个是相似的 那苏联人呢他是非常残暴的 俄国共产党是非常残暴的 他在东欧那些国家呀制造过几次大屠杀的事件 他们在匈牙利屠杀过人民 在捷克屠杀过人民 在波兰屠杀过三次 但是呢当八零年波兰的这个团结工会运动兴起之后 他们改变了战术 他们采用了一种类似于公民抗命的这种战术 非常的成功 苏联的机枪坦克就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 他们那个时候啊 他们没有走上街头 而是啊 他们在这个波兰的这个工厂里面呢 关起门来搞组织 把组织啊在一年之内发展到啊极其庞大 深入到每一个社区 深入到每一条街道 把波兰四分之一的人口 纳入了团结工会这个组织体系 然后呢跟苏联这么对峙着 苏联人呢在他们缓过进来之后啊 知道了他们这个策略之后 他也想通过打抓捕来制造恐怖情绪 来让团结工会屈服 但是最后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组织啊发展到那么庞大的这个规模的时候啊 人们的恐惧感就丧失了 恐惧感的最大的一个来源 原因呢是因为他感觉到孤单 当一个人少数人面对着一个庞大政权的时候啊 他们就会产生恐惧感 他们就会害怕坐牢 就会害怕牺牲 但是呢 当大家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很大 我们的人很多 你们把我抓了 你们甚至是把我杀了 但是我的事业还可以继续进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恐惧感就消失了 那个时候啊 牺牲就成为了一种荣耀 那个时候啊被抓捕被判刑 那是啊对你工作成绩的一种认可 所以说啊当时苏联呢 就抓了接近两万团结工会的 这些领袖这些组织者 但是呢很快就有人来替补 团结工会 不仅仅没有被他们镇压下去 而是呢一直在发展 一直坚持到苏联内部出现了问题 苏联那内部分崩离析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团结工会 再站出来公开的号召全国总罢工奋力一击 就让波兰成为啊 苏共的那个庞大帝国体系里面 倒下的第一颗多米诺骨牌 那现在的香港 现在的中国的局势和当年的这个波兰 当年的苏联帝国啊是非常的相似 香港人民在抗争啊 同时呢中国内部啊现在也是啊危机重重 中共的统治啊现在已经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危机 在这个时候如果是香港的反对派阵营 能够啊迅速的组织起来 能够通过公民抗命的这种方式 跟中共啊耗下去 合理非的方法可以把中共啊拖死啊 合理拖就最后啊赢的一定是香港人 那一次庞大的这种公民运动 这个时候啊是整合反对派 是组织反对派的支持者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啊 很可惜现在的香港的反对派啊 还没有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啊进行组织起来 他们有一些组织比如说民政 它是一个大的组织平台 这是非常好在运动的初期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 但是这个组织呢还是过于松散 那么现在呢要想实施很多很多的公民抗命的手段 那要想减少勇武派在街头的牺牲 但是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更加精细的组织化 更加彻底的组织化 组织化的程度越高 对于街头冲突的这个勇武派这边呢 他们的这个个人行为的这种啊规范 这种控制就会越多 控制越多他们的牺牲就会越少 让所有的人当他们参与街头行动的时候 都是高度组织化的 那么相互之间的这种资源 这种保护也就啊会更加的有效 再不会有啊因为一个人单独的上街去抗争 结果呢被警察给拦截了被警察给抓捕了 最后被中共的这些人给他们谋杀了 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升组织化的层次 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公民抗命的这种规模 以公民抗命大规模的和理非的行动 来取代小部分的这个小规模的街头勇武派的抗争 这是香港人最后取胜的关键 这是香港人减少牺牲的关键 现在的中共啊已经是日薄西山了 现在啊国内很多老百姓对中共非常的不满 大家不要看网络 中共网络上面的言论呢好像是很多人还在把这个政权呢 当做是祖国还在把党当做是他们的父母 不是的那都是假象那是中共制造出来的 他们派出大量的五毛水军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假名义 真正的名义 那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这个政权满怀的怨愤 十分的不满 随时只要有机会随时都会起来反对这个政权 同时呢他们内部 中共高层也是四分五裂 同时呢在国际环境上面 他们也是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现在呀他们是风雨飘摇 香港人在坚持一段时间 直到中共内部起的变化 直到中国产生了民变兵变和政变 直到中国爆发了颜色革命 那个时候香港人在勇猛的一击 彻底的废除香港的这个林郑月娥特区的政府 彻底的废除香港的这个维尼法会 最后形成自己的真正的自治的香港人的政府 那个时候香港就会成为 推倒中共帝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所以公民抗命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有力量 希望大家参考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